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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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次的錦囊妙計單元 那本次錦囊妙計單元要來跟各位探討的是 美幣在前一陣子有公佈了一個 我個人覺得那是BUG 那目前來講美幣他現在還在處理當中 那當然他為了儘快解決現在客戶專所遇到的問題 他們也提出了一些workaround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在我們的ART團隊也 也稍微去了解一下 那並且針對美幣提出來的一些workaround 來拍攝這樣的一個影片來提供給大家 希望呢 希望藉由這樣的影片可以來協助大家 來解決出這樣的一個問題的部分 那到底美幣這一次的代理程式出了什麼狀況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原來如果說你把美幣的Agen升級到5.7.0 或5.7.1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有一些用戶端 他跟EPO之間的通訊 他會去產生出所謂的一個異常的一個部分 而這個異常呢 原因是在於是說 如果呢你是先前你是使用的美幣Agen 也是5.5.x或5.6.x的這個部分 你升級到5.7 可是你升級的方式呢 是透過我們下列的一個方法 例如說你用frame pkg 然後呢 帶的參數是install等於Agen 再去針對這個東西做一個叫force install 或者是你直接讓這個用戶端去點選這個smart installer 這個smart installer呢 是透過URL去產生出來的一個部分 你只要透過這些其中的一個方式 有可能這個用戶端如果升級到5.7.0 或1.1的版本的時候 你就會去照 你就會發現這個用戶端 時常跟EPO之間的通訊呢 會產生出一個中段的一個現象的一個部分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提出了一個解決方式 提出一個walkaround 那當然這個解決方式 是我們有在我們環境端去測試過的一個部分 那首先呢 你必須要先找到 目前哪一些用戶端是已經升級 並且產生出有通訊問題的 我們去把它表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呢 我們會在右下角 應該說在下方的部分呢 去做一個所謂的動作的點選 我們去點選動作 點選完之後呢 我們發現到 我們去選擇所謂的目錄管理 目錄管理裡面有個功能 就是將GUID一致重複清單 並刪除系統 其實呢 因為你這兩個升級的方式 卻造成了 造成了你的agent的通訊異常 而這時候呢 我們在不移除你的版本的狀況之下呢 我們是將在資料庫裡面的資訊呢 去告訴EPO Server 而去進行個刪除 可是你的用戶端的agent 並沒有去進行移除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我們把在資料庫當中 從這一筆的紀錄去進行刪除之後呢 過些時候 用戶端 它會重新再去以EPO的通訊 去做一個重新建立 而這個在建立過程當中呢 它會直接把這個用戶端的GUID 重新的在EPO的資料庫再去建立一筆 而這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用戶端 它就會出現在你的Loss & Fund的資料夾 也就是所謂的遺失於找到的一個部分 好 那這時候呢 這個管理員就比較辛苦了 他就必須要把這些用戶端 重新用手動的方式 把它拉回到他所屬的群組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呢 目前看起來的原因有可能 因為官方只有大概提出來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我發現有可能是 你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方式 在進行升級的過程當中 EPO Server的資料庫 它沒有把原先 它應該說它原先去透過這一台的用戶端的GUID 它可能已經建立在它資料庫裡面了 可是呢 你用我們剛剛講的兩個方式 去進行升級的時候 資料庫又重新再建立一筆 而在重新建立一筆的時候 兩筆的GUID 會造成 EPO Server與卡拉段之間的通訊 有時候正常會有時候失敗的一個部分 因為 當你用戶端回報回到EPO Server的時候呢 而EPO Server去判斷 怎麼會有兩筆GUID 我到底要跟哪一筆去做一個通訊呢 而這時候就會產生出異常的狀況 因為在EPO的系統裡面 它會發現其實嚴格說起來是有兩台電腦 兩台電腦的一個部分 而這時候呢 我們只好用半手動的方式 先將系統當中這種重複性的GUID去做一個刪除之後呢 讓這個用戶端 重新的再回到EPO上面 拿了這個既有的GUID去做一個重新註冊 這樣的一個問題就大概解決了一個部分 OK 好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每一次在錄製這幾場妙計當中 其實它也包含了很多我們的經驗跟時間 以及我們去找尋的資料 所以呢 技術資源 它本來就是一門藝術的部分 所以呢 備網資訊的技術團隊 啊 我們會一直來提供給你們 我們的這些經驗 不管是透過影片 透過電話或透過Email 我們會把我們最好 以及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來提供給我們的客戶 讓我們的客戶呢 能夠呢 在最短時間之內 修正掉他們的問題 以及呢 你們當下所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最短時間 來去做一個有效的回復 好 以上就是本次我們檢囊妙計呢 如果說你對我們檢囊妙計單元當中呢 你有任何的疑問 你可以尋找我們的UP團隊 或者是來直接跟我做聯繫 那您對我們本次的內容呢 你覺得它是對你有所幫助的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內容不錯的 你可以來 在我們的影音頻道裡面 幫我們點個讚 那來為我們多多加油 好 以上就是本次的檢囊妙計單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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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